再補充就是那個批次新增部分 其實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 這邊有個超連結 這個連結是官方的說法 裡面的話就是實際上 它意思就是說它可以在 就是同一時間的音色多筆資料 所以這邊有個execute menu 所以你可以把上禮 假設我要把上禮拜的那個 就是假設網路上大量資料下載下來 我希望一次就幫我新增 而不是說分次的話 那這裡的話它裡面有說明 第一個你必須要把你的那個資料 串成一個list 而且list裡面又會有一個list 就是等於是把那個裡面假設 就假設五個欄位好了 那所以你這邊的話 insert into變成你要用哪一個table 哪個values用問號來表示 後面的話就變成你要一個是 一個list把它串成一個大list 所以如果以這個地方來看 假如要把上禮拜的東西 改寫成那個類似像這樣的 有用execute 不是用execute 而是用execute menu 的話 第一個你要先解決 可能上禮拜部分的話 第一個你要先解決 第一個問題就是把那個list 本來我們那個串接部分的話 上個禮拜的那個串接部分 是在這邊有一個insert into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list 實際上就是我們下載下來的資料把它切割 放進來 所以一個list 2裡面實際上就是放那個 我們網路上抓到的那個資料 這個零售資料的話 裡面實際上就類似像這樣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這個資料來源 這邊我們的來源在這裡 OK 這個來源裡面的類似就是其中的一筆lake 那可是如果我希望可以把它全部都把它串在一起的話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第一個要怎麼改型 它一筆資料 不過這個因為它裡面是youtube 把它可以打開裡面 它就會是亂碼 那我們如果說今天要把這個資料串成一個list的話 第一個你可以怎麼樣把這個sprecher的list 2 把它再串成一個大的list 那這個地方的話我們其實可以想一下 怎麼樣可以list裡面串一個list 然後完全符合它的官方要的結果 就類似像這樣子 也就是一個資料裡面再去串一個 一個再串一個 那最後的話execute many execute many的話實際上差別是 一樣去執行insert into 只是說裡面就不需要去insert裡面實際上的東西 而是加一個問號 把這個list放在這裡 那請各位試著把上禮拜的東西改一下 這樣的好處就是速度會比較快 那也許你可以試一下第二個 如果insert之後的話 再利用 我這邊有講到有一個就是用到什麼 用計時的功能 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tie裡面的clock 這個clock 你可以什麼時間開始什麼時候結束 把那個最後結束的時間剪掉開始時間 它就是它的秒數了 可以算算看 其實這還蠻有趣的 當然快 快多少 如果你沒有驗證的話 你不知道說原來是這麼 是到底快 還是其實差不多 OK 所以請各位可以先試著把上禮拜這部分做一下 我們待會來看這部分 上個禮拜同學問的問題 然後我們實際上 針對execute many 做一個實際上的操作 所以特別注意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execute many的話 一定要是一個list 那list裡面也有list 所以我們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實際上 可以把這邊做 原來的那個 這個 insert into這部分 本來它是 list二直接insert into 那如果說我要把它改成 那個用execute many的話 這兩行可以把它mark掉 先把它 就是把它註解掉 那我底下 如果說我要能夠把這個東西 不斷串的話 那我可能需要另外一個list 也許我在上面呢 增加一個空的list 3 那這個list 3 實際上作用是把list 2裡面 所有的 所有的資料呢 所有的list 串成一個大的list 那這個大的list 最後的話呢 就再丟給那個execute many 讓它去一次性的 幫我新增到資料庫裡面去 那最後的話 我再來算時間 所以接下來 我們如果要把 加一個list 3 如果我要把list 2 分別把它加到後面去的話 我之前講過了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那個list 3 點 append 這個我想我們前面又蠻多的 如果你要把資料放到後面 放到後面 它就會把一個正 所以你會發現一個list裡面 可以一直不斷 還可以放list 這個還蠻特別的 那我如果說今天把這個list 2裡面的東西 丟到list 3裡面 append 不斷的append的話 讓它不斷的去幫我加之後的話 那也就是所有網路上 CSV的資料 就會幫我串成一個大的list 一個list 就list 3 那如果說我要執行它的話呢 那我可以怎麼樣 再利用那個execute 這個本來是cursor execute 那你把那個execute這一行有沒有 直接改一下 直接這邊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是把原來這一行 但是記得execute的位置 一定是跑完回圈之後 再去execute 這邊後面呢 其實execute加一個many就可以了 execute的話 不是只有execute 單一個資料 而是所有的資料 那最後的話呢 你把這個seecute語法 那你就是要把原來的這個seecute語法 這一串 那把它怎麼樣 把它複製 貼到那個 我們的這個後面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基本上是從這個 從這邊 insert into 基本上 我們把這一串 那我剛才直接把它 Copy好了 Ctrl C 直接貼到這邊來改 給這個給它嘛 那接下來的話 當然 豆點 後面我先把list3 放進來好了 list3 這個串好的東西 那後面這邊的話 基本上 就跟那個 我們在官網上面看到 是一樣的 其實它就是希望 你刮戶裡面 其實就是放那個什麼 放這樣的形式就可以了 insert into 哪個table values 甚至你可以拿這個來 複製貼過來 values後面這邊 過來這樣子 它實際上就是 insert into 然後哪一個table values 後面就給問號就可以了 那它會自動把list裡面 先幫你抓那個list 第一個list 再幫你把list裡面的東西 分別放在這五個欄位裡面 幫你做insert 所以這樣一次性的全部都insert進來 那當然我會 假期上就是把上面的這兩行 改成這兩行 大概就 上面這行是 把所有list的串接 最後這一行 就當串完之後 再讓它去執行 OK 應該沒問題吧 不過呢 到底那個 這個塊 還是前面的塊 所以我希望 就驗子假日以後 你要知道哪一種方法塊的話 那我會在這個最上面 再增加一個import一個time 因為我要計時嘛 所以我的習慣是 import一個time 時間 然後呢 有點像在剛開始第一行呢 就增加一個start 這個start就是time 裡面有一個方法叫 這個clock 有點像按下馬表 從這邊開始 開始計時 等到它跑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就把什麼呢 把這個結果 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幫我把它計算到 到底是幾秒 我就計算到 小數點第二位就可以了 那把 這個結束的地方 減掉剛開始的地方 計算它有幾秒 這樣子的話 我就知道說 到底它音色到底有沒有比較快 所以我們來實作看看 很多地方還是要 真的run一遍 就知道到底快還是 快多少 把它執行一下 那如果我用excuse many的話 不過你會發現 第一次好像一定會比較慢 因為第一次會從網路上撈資料 3.94秒 第二次的話 好像稍微快一點點 還是兩秒多 OK 所以大概 越來越快 所以它也許是已經 把東西放在那個 我們的catch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 每一次 好像越後面 速度越快 大概差不多都是 介於那個 3到0.8秒最快 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說 我不要用這個方法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mark掉 然後我換一個方法 換什麼 換剛剛的方法 我要把這個恢復回來 OK 那其他應該都不用改了 等於是說 我把它切割之後 就是每切割一個list之後 直接就把這個list裡面的東西 做insert一次 所以它會等於是 切割完insert 切割完insert 底下這個是 全部串完一個list之後 再一次insert 到底差多少 直接執行 我一樣設一個時間 跑完之後的話第一次 你會發現 第一次 不過這會不會是 我看一下 會不會有問題 所以你要發現 不過我試的結果是這樣 基本上它的秒數 可能落差不是非常大 但是那個穩定性好像差距 我是沒有真的去統計 不過理論上應該都統計幾次 但是看起來我覺得 差異性好像資料可能太小了 完全感覺不出差異 都大概是大概兩三秒兩三秒 就慢大概一秒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在執行 好像感覺起來 也一點點幾秒 OK 也許是資料量比較小吧 或許你們可以再找一個 資料量大一點的 可能超過 可能十萬百萬筆吧 大概才會有感覺 不然的話小資料 也許就沒有特別的感覺 OK 所以這部分提供我各位參考 等於是上個禮拜的東西 這個是叫 你要excue單次 那如果說你要批次的話 就是把這兩行 改成下面這兩行 就是這邊這兩行 也就是說先append 把例子二先串串串 最後一次再把它丟出去 執行 這個部分的話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那個時間的clock 假設你要算秒數 其實以前我寫真是最喜歡加這個 為什麼 因為我才知道哪一種寫法是比較快的 不過後來發現 這個好像有點沒有什麼太大EA 因為我覺得現在電腦都跑太快了 差了零點幾秒有什麼差別 後來我發現好像能寫出來比較重要 OK 所以這部分僅供各位參考 那這兩行程式 你可以在我們那個上個禮拜的那個什麼呢 上個禮拜的這個台北市的零售市場行情的下方 那我有增補了一個就是 什麼呢 這邊查詢資料下方這邊有一個 批次寫入資料 跟增加計時功能 其實就剛剛這兩行 所以如果 上禮拜的東西貼上了 這兩行就OK了 然後呢增加計時功能的話 你必須在剛開頭的地方 記得喔 最上面的地方 import這個time 不然它不會work 利用time裡面的那個clock 增加一個開始時間 那結束的話呢就是 把那個結束時間 減掉開始時間 再算它的秒數 我是取到小優點第二位啦 因為你後面 其實沒有太大的必要 你到算到毫秒 其實說真的沒有什麼感覺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上個禮拜這部分喔 再多增加一個 就是如何做批次寫入的部分 那這個會有差異的喔 記得在MySQL裡面 之前資料量大了之後 一定要用Exq Many 如果你沒有用Exq Many 真的是會等非常久 但是這種 像我們上課用的範例這些喔 說真的 其實沒有用Exq Many 也感覺不出來啦 因為其實都不會 讓你等太久 所以可能資料量越大 用Exq Many的這個差異 相對的也越大 請各位試一下這部分喔 那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看那個有關Json檔案格式 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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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